老铁们今天的干活内容就是 这一段马路旁边已经垮塌 导致现在很多小车都不敢从这里路过 村里就找到了我们的挖机 挖一条基础槽 这旁边有自来水管 小心翼翼填点图 挖机就从这里开下去 现在就把挖机调个方向 挖个球这么高 我都有点害怕了 由于我的旋转还没有摆正 挖机就往前面开了一点 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 想后退已经来不及 现在的状况就是 两个履带一边高一边低 非常的倾斜 搞得我非常的紧张 后退也不行 只有硬着头皮开下去 还好还好 有惊无险 下次这种情况一定要多注意一点 在这里刨一个小坑 再把这个橘子树挖过去 挖过去我就没想过它会活 不管它 甲巴一丝给它按一按 整条路垮它的地方差不多有20多米 碰到这种阻止疙瘩 比较挡路一律给它摧毁掉 不能阻止挖机强劲 今天的任务非常重 老板看到这棵树非常的不顺眼 叫我连根拔起给它摧毁掉 树推倒过后 我们继续修路 我现在的干活思路就是 挖机先从垮它的地方 修一条挖机能开过去的路 修到了垮它的终点 挖机就边挖边退 把基础槽给挖出来 挖这个基础槽就一定只能在下面挖 挖机站在水泥路面上挖 有垮它的风险非常的不安全 而且需要挖到非常硬的石头 才能作为基础 挖机站到上面挖底下 根本壁就没有那么长 所以说站在上面挖这个方案 肯定是不行的 修到这里 这里的竹子有一大半 比较碍事 给它折断推到一边 不知道老铁们有没有看到过 混泥土挡墙 也许你们在路边看到的挡墙 只是看到了上面部分 其实下面部分还有很深 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路边的挡墙基础 下面部分是什么样子 首先必须满足一个要求 就是底下的底子是石头 非常的坚硬 才能作为基础 整个槽挖完过后 就会往里面灌注混泥土 挖这样的基础槽 挖机尽量的占平 把挖机调整到水里路边垂直下来 活适的位置 这样挖着槽才会直 两边做到不垮它 尽量的棒里面给它修得垂直一点 这样混泥土浇下去过后就会更加的牢固 浇住混泥土分为两次 底下的槽倒满混泥土过后 上面就支模板继续往上面倒 边往后面退就需要用你的挖斗往下面插 看一下是不是硬得底子 视频中这样看起来两边非常的容易垮它 今天挖完过后明天就要交注混泥土 不知道会不会垮 明天才知道 垮了也很正常 明天继续反攻 每天都赚200它不香吗 这个位置就马上收尾了 整个槽挖完混泥土浇住过后 大概的形状就是从开始挖的地方到这里就是一堵墙 混泥土的平面就跟水泥路面一样平 有了这么大一个混泥土挡墙 这里应该就不会再塌了吧 OK老铁门挡墙基础已经挖完 再把外面修成一条路 挖机能开的过去 为明天的反攻做准备 明天如果踏了方就可以直接这样开过去 就很棒 非常的感谢大家 可以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吗